大家好 我是五仔 今天的中國新聞 恭喜發財 大家要給個like我 你不給like我 我們很難做下去 多謝你的like先 我想說恭喜發財 但好像內地人也不太發財 因為家因你發瘟疫財 高價團職一些醫療用品 已經不合時宜 月累月管來說 很多東西都炒焦了 很多人輸身家 另外深圳有一宗非常令人發指的事件 有些保安想趕走小販 把火機燒爆人家的氫氣球 然後產生大爆炸 網民說你是不是蓄意謀殺 人家得罪你什麼 要不要點火燒到人家爆炸 另外看到河南遊客無視警示牌 走進去河灘打卡握禮 被沖走 死了兩個人 有七人失蹤 應該死了九人 有七人都找不到 另外一帶一路 基建出事 阿瓜多爾大壩出現千條烈痕 大壩出現千條烈痕 怕隨時會崩堤 內地民眾 做個報復式消費 春節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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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期就是看電影的 票房 競收二十億 看電影 真是開心 喜樣樣 看看OK仔有什麼詳細 跟大家說 謝謝五仔 大家好 我是OK仔 大年初三的中國新聞 有幾宗消息 我會跟大家重點跟進 第一宗消息 有關於河南三門峽大壩 有人被河水沖走 什麼時候呢 大年初一的時候 新政頭搞這樣的事情 另外 會跟大家跟進一下 在深圳有保安驅趕小販 竟然點著人家的氣球 就是小販賣的輕氣球 點著了它 為什麼 你不想人家在這裏買東西趕走 就行了 你為什麼要燒人家 那有沒有燒到燒到人家 我們稍後會跟大家跟進 另外 亦都會跟大家說 在疫情期間 無論現在 或者之前 N95口罩 檢測棒等等 這些防疫產品 之前被人炒到天價 一個快速檢測棒 搞到幾千元 現在炒空貨了 很多人都血本無歸 在哭訴 這些是自己拿來的 你拿來炒 首先跟大家跟進一下 在河南 這宗意外 究竟為什麼會搞到這麼嚴重 在大年初一 多名遊客在河南沙門峽大壩下游 在這個河灘上面玩過 黃河水突然大漲 大年初一 逢初一十五都大水 在這個河灘上面的人 被河水圍困 除了緊急跳上岸邊的人以外 亦有很多人被河水沖走 是啊 什麼初一十五大水 如果大家有釣魚的朋友就知道 逢初一十五月圓時 就是水漲日 通常這些 現在在內地 中國和外國在研究究竟 英文農曆新年和Chinese New Year 還是Nuna New Year 其中我們說過Nuna農曆的用法 很厲害 那些古人 逢初一十五的水是特別猛 大家也會留意 但是可能他們沒有留意 大年初一去玩這些激流的東西 沒有 只是拍照打卡 其實那個地方是一個熱點 拍照熱點 很多人想著拍照 就是欺山莫欺水 那怎麼辦呢 根據內地媒體的報道 事發後 河南山門峽市和黃河對岸的山西省平六園 多個部門都陸陸陸陸陸參與救援 平六園應急管理局局長馬永傑表示 事發地點距離三門峽比較近 事發黃河水突然 在遊玩的人 走不及 其實之前我看過有些影片 有些人在岸邊 好像河 在岸邊 兩邊 在玩 有些是扎刑 有些是打牌 很誇張 又是 突然間上游 湧水下去下游 然後當局派人 我見過 有些人打挪打鼓 叫人好走 你還不走 有些人不理 有些人不理 你叫我走 你傻 我難得在這裏摸 摸緊 自摸緊 叫我走 不行 轉過頭 就大水到 這些不知道是否因為大家 很危險 你始終是玩水的東西 告訴大家 有目擊者表示 事發地點在這個山門峽大壩下游 是一個網紅打卡的勝地 因為河道兩邊有小沙灘有淺灘 被譽為馬爾代夫三門峽的吩咐 很像馬爾代夫的景點 當日天氣晴朗 所以很多市民就在這裏玩 目擊者說到事發地點附近有一個牌 寫著水深危險禁止下河道的警示牌 也有圍欄 但是就懷疑被人剪爛了 就下去拍照玩 去到四點兩個字左右 就突然上場 導致大量人被人沖走 究竟最後會怎樣 有沒有人被人沖走 找不回 截至目前為止 當局救了十個人 其中兩個人經過搶救無效死亡 兩個人在醫院救治沒有生命危險 另外有七個人失蹤 救援工作仍然在進行當中 都告訴大家 這些大年初一的事 不要玩那麼激烈的事 說完這件事後 也會跟大家跟進一下 炒籠貨 怎樣 N95口罩 快速檢測瓶 唉 都說了這些事 一會兒 那些人是虛火 怕 每個人在網上 就放大些 某些位置放大些 令到人很緊張 內地又不是強制你戴 其實內地不是強制你戴口罩的 你會在香港嗎 香港就說 不戴口罩就罰你錢 內地不是強制的 所以 大家過了火之後 不搞這些事情 我們看看 又要輸多少錢 尤其是在 上年年底 22年底 N95口罩在內地經歷過短暫的市場爆發 好像坐過山車一樣 升得快 落得快 就真是好世界 有網民反映 之前買的N95口罩 在自己收到貨的時候 價格已經回落 你買的時候可能是10元 到你收到貨的時候 已經到達3元 減價了 根據北京青年報的報道 同類型的品牌N95口罩 價格隨著疫情形勢變化 在22年的12月 經歷過先漲後跌的變化 而價格高位 單一隻價格超過4元人民幣 現在 目前N95口罩單價不超過2元 嘩 不見了一半 誇張 根據南方週末的報道 除了微信 有時候有些特別的活躍 叫做居間人 過去三年 N95口罩的商家 有時候都會說一下 他們的訂單量 在地鐵 N95戴口罩的人群比例 他們去預判 整個市場 對N95口罩量的需求 他們這些可能就猜了 如果真的多 就多些 有商家就發現 原來在22年的12月 上海地鐵有超過九成人客 乘客 是戴普通平面口罩 但是 到了12月 一入了12月 即是放寬的時候 超過九成乘客 馬上換了N95口罩 去到二三年的中巡 即是過年前 乘客戴普通的口罩 跟N95口罩的比例 變成一比一 即是告訴你 有些人還是很擔心 但是慢慢就回落了下來 經過這場市場異動 就告訴大家 其實 由原先放寬 對市場需要N95的激增 到現在發現到 過完農曆年 更加估計N95口罩的需求 就會繼續下跌 所以有商家就說 看過一個這麼短暫的急升 真的急升 升得很快 到現在 一聲 一聲 訂單 由一日 一兩百 跳到十倍 甚至乎更多 現在更加 一聲 說不要就不要 有很多商家就扔東西了 所以 不過 又這麼說 有些商家 看到這個情況 他們聞到味 雖然 看到來勢 空空的訂單 但是 他們預計得到 來得快 走得快 所以他們都不敢 這麼大量入貨 很謹慎 告訴大家 內地 就說 有些網民 在網上 吐苦水 又被收割 發現血養兒只需59元 抗原快速測試20人份量 只需39元 20人份量 他說兩個禮拜前 他搶血養兒 知不知道多少錢 269 現在59 誇張 抗原快速測試 抗原快速測試 20人份量 169 他說 哇 真是插水插得快 好世界 很多人就覺得 由一劑難求 變成功過於求 還想著可以 炒有得炒嗎 沒有得炒 有得炒 另外跟大家跟進一下 在深圳這件消息 有網民質疑 要不要這樣 賺錢 賣氫氣球 很小的 用油繩的氣球 賣這些東西 不用搞到火燒連環船那麼嚴重 有網傳 剛剛有人拍到 不在對面街 很奇怪 有個小販在商場附近 沿著街賣氫氣球 其中一個保安 為了趕走 他 竟然 用火機 當街點著氣球 一聲 當然 多名 逃人 和美循的保安 受驚 馬上走 大家都覺得奇怪 為何你要這樣做 因為保安就算要驅趕小販 也不用用火機燒別人的東西 有人指出 這種行為已經造成縱火罪 呼籲有關部門要嚴肅處理 是呀 你怎樣 有人覺得 他為了趕人走 一把火燒了你的貨 那你就不用在那裡留念 但是他沒有想過那種 知識和白痴的問題 他沒有想過一點 整個大火球 你一尾錘燒到人 如果你不小心燒到 屠人 燒到那些小孩 你知道過年的大商場附近 有多少一家大小到處走 你玩這樣的東西 好玩嗎 玩火 你燒到人 我相信如果真的出了事 到時候 上新聞 大新聞 一個保安員為了趕小販 竟然引火至焚 火燒連環線 燒傷屠人 到時候 被網民圍插 現在都圍插 但是告訴你 有時候 趕是可以用很多方法 驅趕 不需要用到 這麼白癡的手法 所以很多網民都說 保安員根本不知道 那些輕器有多危險 到時候 如果真的爆炸 又死幾件了 有人說 你為了圍欄一個小販 變成自己一個重販 很多人覺得 他根本是蓄意謀殺 不知道內地會不會為這件事 而懲罰這個保安員 另外跟大家說 內地瘋傳一個影片 竟然看到有家屬 懷疑 拍檯罵醫生 竟然引起網民共鳴 我們看看究竟發生什麼事 內地瘋傳網絡影片 內地有一個男子 帶著媽媽去看餅 排隊兩個小時 終於到他了 誰不知 醫生眼裡也不看病人 把X光片 直接開藥給他 這樣也可以 你醫生一問 你就知道我想要什麼 或者你不看 或者不跟我分析一下 我講解一下也可以 沒有 一進來 開藥 激到男人 拍了台 拍了隻 指著醫生 跟他罵 不知道是不是開連 他說 我排隊排兩個小時 進來一句話 你也不問我 一上來就直接開藥 這個影片在內地熱傳 兩個星期已經過百萬view 引起很多網民共鳴 這個地方在海南海口市 究竟 什麼事 看到 男子那麼激動 內地傳媒指出 醫生當時回應表示 你發什麼脾氣 你見不到很多人在看病嗎 然後 不行 很多人排隊看病 等你看 就是想你 告訴我 或者幫我 研判一下我發生什麼事 而不是 你為了草草了事 進來開藥 開藥 那我用什麼找你 我去藥房配藥 就可以了 那男人就生氣了 他說 我腹診 看病的病人 多關我 我排了兩個多小時 那怎麼辦 我是不是不排隊 打尖 然後叫你開藥給我 不是 醫生 立即不出聲 根據內地媒體報道 目前 事件 炸無公安機關 介入相關的事情 但是這件事 引起很多網民共鳴 他說 終於有人忍不住了 他說他很多次看醫生都是這樣的 真的沒有話可說 問多一句也嫌我煩 他說 多謝這位大哥 說出無數人的心聲 他說現在這些醫生是 一蟹不如一蟹 就說 不是脾氣好 你都被他激到吐血了 但是很多網民都支持這位醫生 他說 始終太多病人淪候 病人是需要體諒的 還是有些很脾氣的醫生 我覺得 兩體 是不是這位醫生 因為很多病人問都不問 直接開藥呢 有人可能說 扯了醫生 你進來之前 他了解了病情 那你也要跟我說兩句吧 說都不說就直接開藥 那你不用了 看完之後 你不用排隊等醫生 排隊拿藥就可以了 在藥房等你拿藥就可以了 醫生看完你的症 看完你的病歷 沒有問題 然後全部給錢 然後拿藥 如果是這樣的話 醫生很早 好像別人在這裏 檢查功課 就行了 如果是這樣 那些醫生 不用看病人 你認為可以嗎 如果你是香港 當然不行 傻了 另外跟大家跟進一下 一帶一路基建項目之一 出現了 又有問題 不是吧 什麼事 這個是外國傳媒 引述一些消息 報導 華爾街日報 中國一帶一路基建項目 造價27億美金 折合大約211億港幣 阿瓜多爾科卡科多 新克萊水力發電廠 出現了幾千條裂痕 很危險 這個報導 引述政府的工程師表示 發電廠有崩潰的引誘 同時間 科卡河周邊的山坡 亦受到侵蝕 威脅損害大壩 哇 真的很嚴重 水淹七軍 而舊金山基多大學工程師表示 他們可能會失去一切 而且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 說到今天 還是半年後 中國駐阿瓜多爾大使館 沒有回應大把設計 甚至乎對這些評論相關的事項 監測全球貪污問題非政府組織 透明國際當地分會 公民與發展基金會 近日發布中國貸款 被阿瓜多爾相關的報告 中國駐阿瓜多爾大使館 在Twitter發布公開信表示 中國的貸款和項目在阿瓜多爾 應急融資的時候 提供了實際效益 會不會有人說 糟糕 這一帶一路的基建項目 出現了幾個問題 有報導指出 近年中國多於一帶一路工程項目出現問題 包括安哥拉公共屋邨 巴基斯坦 烏干達水力發電廠的問題 這件事很危險 隨時一爆起來 又是人類的災難 不是生態的災難 有人說 水泥 即是用石屎去建造水壩 它很講究 因為運營土在產生化學作用的時候 尤其是等它乾乾的時候 因為熱 熱漲冷縮的問題 會導致很多裂縫走出來 如果外面好像已經冷了 其實裏面的溫度相差 跟外面可能可以差十幾二十度 裏面還是暖的 外面還是冷 如果再經過這些長時間冷縮熱漲 就會出現裂縫 影響到大壩 或者這些樓宇建築物的危險 所以有人說 可能要趕建這些東西 但是沒有得趕 始終有人說 不是啊 錢的問題 你再拖 或者叫做 有些什麼 金額就越來越大 那就真的 可能相關的工程人員去調查一下 講開拜年 內地有個媽媽 竟然為小孩子準備拜年戰衣 這件事很過癮 現在才拿出來 一早就拿出來 讓人們爭相模仿一下也好 他胸口有個字 就說 我 刺了兩個位置 就是最好的 最好 這樣 刺了一個位置 用來做什麼呢 就可以換你不同親友的名字 好像一個slogan 例如 我爺最好 我媽最好 我老爸最好 我媽最好 我媽最好 是有魔術貼 這個小孩子 有料 這個在遼寧省的媽媽 特意幫她的兒子 製作了一件拜年戰衣 讓這位小朋友 不同的親戚到拜年 都能夠立於不敗之地 有網民見到 大讚 這件衣服實用性強 就說 現在還買得到 是 一早就拿出來 更加有人建議 前面那件衛衣 你可以換名 後面 不如加個 勵士排行榜 時刻提醒 親戚加碼 勵士 你可以撕的 魔術貼 媽 第一 爺第一 舅舅第一 大白第一 很過癮 創意的事 這些就是創意 不用 經常抄襲別人 每個人穿衣服 一模一樣 我覺得是讚好 另外跟大家跟進一下 一宗消息 什麼事呢 內地大連初一 套年 內地的民眾報復式出遊 誇張 春節當期的 看戲 飄防突破20億 厲害 大修了 說到 各地通告大連初一遊客情況 其中 上海當日 接待了遊客 接近150萬人簽 厲害 而說到 黃袍區 有個燈會 以套年為主題 用非為燈祖 精彩全神 去做了一個山海經 而吸引大量市民 遊客 打卡留念 另外北京 大概有5萬人 上了廟公 上香祈福 另外 有市民在零下10度 排了6小時 為了搶新年頭駐鄉 厲害 港鐵集團公佈了大連初一 廣州鐵路預計 發送了旅客46萬人次 比起上年同期增長了61% 過張 這麼厲害 春節的 檔期飄防 7部賀歲片當中 5部就過億了 真的 說 令到曾經低沉了的中國電影 再度 繁榮起來了 好啊 好事啊 新一年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一些 另外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拜年的時候 又被親戚圍攻 來來去都是那些 問你那些 還未結婚 還未拍拖 還未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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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大家都聽不少了 又說到 有位內地女子 27歲 回鄉過年 跟家人到親戚 家人拜年 被兩名長輩夾擊 不斷在催她結婚 直到無奈又覺得煩 只能夠當場套著頭 掩著耳朵 拒絕回應 但是說這種鴕鳥政策 沒有效 傻的 你以為 扣著頭 人家不說 還在旁邊 嘔嘔嘔嘔嘔 到了第二天 更加說 受不了親友的壓力 被迫前往相看 哇 真可憐 內地傳媒說 這位女士 不斷在掩討她 掩討她的什麼 有位姑姑 她的姑姑 教她 選男人的秘訣 她說 趁著新精頭 我就教你好 她說 女人找男人 不要這麼帥 她的樣子 傻傻 就行了 為什麼 因為 你只要找她一個愛你的人 不要你去愛她 要她愛你 她才知道 稀罕你 這樣就可以了 好 不出聲 就有力 說 唸經 發言 然後就掩著她 不要 不要煩我 但是 對於這種熱心的情況 網民好像不太 揮嘴 為什麼 因為覺得 關力彈志 人家找到 人家找到多少 人家找到 有沒有男朋友 這些事情 算吧 不要這麼多嘴 連年過年都是同一個論調 對啦 有沒有一些新意 另外 也跟大家說 日田 春節晚會 有些小品劇 那一刻 就說一些 躺平的官員 用來嘲諷 官方都出過聲 就著現在這件事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借刀殺人 借這件事 想著 炒人魷魚 中紀委 借議 嚴懲 這個躺平式官員 嚴肅執己 問責 厲害了 可能真的 之前 那個小品劇 引起網上大迴響 大家都有共鳴 文章裡面 出了聲 就說 躺平式幹部 是社會危害的顯然而見 需要 強化日常監督 創新監督手段 拓展監督渠道 對黨員幹部工作上出現 偷奸耍滑 不思進取各類型的躺平 早發現早提醒早糾正 中國幾位監測 其實這集已經有 類似報導過這件事 可能藉著新春小品劇 大家這麼激華 再溫馨提示 各位幹部黨員 不要躺平 今集時間講到這裡 下一節再講 拜拜